到今天悼念李文的这个新闻依然在热搜上 而且还是非常热 好像全世界都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了 也真的是真实的是重大的事 你看在今天的热搜这个李文的这个词条上 一个是范彬彬发文悼念 一个是新京报 自个人的顶流和官媒的顶流都是这样 对一个生命的离去呢 当然是值得惋惜悼念 但我觉得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反对的声音 比方说吧 我们就是我们同情 我们怀念我们这个 怎么说呢 或者赞美李文 但我们不赞美这种死亡的这种 这种就是自我自杀 我们批评自杀 甚至小崔崔永元写的一封信 是不是他写的就不知道了 他那个信里其实他那封信倒是这样的一个另类的视角 我理解的就是他歌颂那里是个天堂 就是李文的这个选择并不是最糟糕 但有点这个意思吧 也许我理解的不对 但这些东西都是我批评的 虽然我也比较认可认同崔永元 依然我还是批评这种说法和想法 任何的语言 任何的思想 任何的主义 任何的宗教 他都应该是那个歌颂生命 批评死亡好一点点 这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现在这些个 这是个现象吧 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自杀指出来 这个是一种消极的 这个也是挺难理解的吧 我现在还在想这个事 我想明白了 我再分享给大家我的感受 我是批评的 批评这个对死亡赞美的 甚至我认为他是一种邪恶的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种 比如说这个 什么为什么什么现身 是吧 一个人他自主的 他为一个东西现身 这个我觉得 要救世论事 要看他做了什么事 传扬这个东西 我是抱怀疑的看法的 因为你歌颂献身 你不就是 约等于要歌颂死亡了吗 结束了吗 明天啊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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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